农田当中疏离高压电塔 这样的画面其实并不罕见 但如果数量太过密集 可能就会引发群情名愿 大多区城公里距离发电厂所在地 只有不到几公里的距离 只要在村子里环顾适中 就会发现数字座电塔林立 影响当地土地开发使用 他本来就有灵灵去祖先 他怕这有角度就不公平 对吧 再来就是说对我们这里过 我们这里的 可是我们要建设 地方表示 当地的电塔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设置 只要民众盖房子就要考虑限制高度 长期下来不只造成人口外移 也影响当地的地价 对此里长认为台边应该释出善意 为李明规划补偿所思 电池问题我们这里没有有利 第一就是它开始电池调 电池可以刷造 不第二就是要回馈我们利益 都依照物外电力法 跟物外供电限度专注规则 都法规来兴建的 那只要是老百姓 这边的老百姓 如果说有使用的计划 然后有建制住造之类的 那向电力公司申请 那我们会评估来改善 只要确实他们有着申请 要合乎规定的申请文件 我们都会评估来办理 电厂表示 民众如果有土地开发需求 可以提供相关文件资料 进行申请 一旦通过 台电就会主动配合电塔迁移 至于地方所要求的回馈金 电厂则是认为 已经有法定的补偿方式 目前并不会有追加的打算 记者红加红 他都差不多